好 各位亲爱的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2万词汇巅峰素基因 那么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22节课了 在今天课里面 我们重点会给大家讲到的是 这一组非常非常关键的词根 这一组词根 它们在整个单词的构成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单词的构成大户 构成了非常非常多的单词 所以那么今天的课里面 我们会系统性的来讲解一下 这几个词根 它们的含义 分别是我们的FACT 以及FECT 包括它的一些变形 你看FAC 好 这个是由FACT 把T字母给去掉了 包括这个FIC 那这个又是由这个FACT 把这个T字母给去掉了 对不对 包括这个FIT 包括这个FIT 的这个FIT 好 这词根 它们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说了 中间的原音字母 或者是原音的组合改变 它的含义是不变的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它们的维辅音 要么是死 要么是T 这些都是一些读音相似 可以转换的关系 所以那么这些词根 它们的含义 基本上是一致的 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好 这几个词根 它们的含义 来 各位 表示什么呢 它们的含义 一般情况下就表示的是 叫做什么呢 make或者是do 表示做 这个基本的意思 表示做 做 或者是造 这个基本的含义 做 或者是造 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fact 包括FECT等等这一圈 全部都表示做 make 或者是do 这个基本的意思 或者是造 好 那么知道了这个 下面很多东西 单词就很好理解了 来 各位 我们先看一下 从简单的开始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单词叫FACT FACT 大家注意 它用作单词什么意思呢 叫做事实 这是我们以前 在中学就学过的一个词 对吧 我为什么会把这单词写出来呢 我想各位强调的是 大家注意了 你看 好 此时有同学可能会有点混淆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困惑 说老四季 你刚刚不是在讲过吗 这个FACT不是表示做 或者是造吗 怎么又表示事实了 好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证明白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说单词意 大家注意了 单词意和它的词更意 在英文里面 有的时候 它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有的时候它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 我们有一个单词叫做Lore 表示的是法律 对吧 好表示的是法律 现在我们有一个词根 这个表示什么呢 叫做Lag 好 什么叫词跟Lag 词跟Lag 它也表示法律 但是你会发现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单词呢 如果是单词的Lag 来 单词的Lag 表示什么 单词的Lag 是不是表示大腿 对吧 这个表示大腿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 为什么一个叫大腿 一个叫做法律 各位 其实这个Lag 表示法律 是由洛言变出来的 它并不是由Lag 变出来的 它们只是碰巧 长得笑 也就是说 单词意和词更意 它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你看 我们还有一个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单词 叫做man 对不对 单词man 我们叫做男人 但是词跟man 好词根 注意 我怎么去区分 它到底是单词还是词根呢 我前面一般打一个横告 表明这是个词根 词跟man 就不是男人 而是表示手 对吧 而是表示手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的 你看 我们的单词 单词的fact 叫做事实 对吧 这个你理解 但词根的fact 此时 它就不再是事实 它并不是由这个演变出来的 此时词根fact 我们说它等于make 或者是等于do 表示做 或者叫造 制造 这个基本的意思 所以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 想跟大家说明的是 一个长得像 你看 都是fact 但是并不是说它们是一个意思 相反 绝大多数情况下 单词和词根 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它们两个之间 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好吧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好 所以fact叫做事实实实际和真效 而词根fact它表示是做的意思 好 这点先别记错 来各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factual factual本身表示事实的真实的 那么此时 此时的这个fact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此时它其实就表示事实的意思 fact 事实 中间的u是一个连接符号 al此时是一个雄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表示事实的真实的 此时的这个factual 它是演变字fact 表示事实的实际上的真实的叫做factual 好 这个词其实比较好理解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matter of fact matter of fact 那叫做实事求是的 或者是不带有任何感情的 叫做matter of fact matter本身表示事情 事情是实 fact表示实际 所以就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所以matter of fact 注意了 两个东西 这个把中间连在一起 此时它的词性 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就是 它的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是一个实际的 一个真实的事情 所以叫做实事求是的 不带任何私人感情的 都可以叫做matter of fact 这个叫实事求是的 不带任何私人感情的 叫做matter of fact 好 这是这个词 来在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叫做 叫做matter of factly 那就是实事求是的 对吧 它的副词形式了 此时的ly 只是让它变成了一个副词而已 好 matter of fact 实事求是的 好 加了ly 此时变成副词 叫做实事求是的 好 这是这个词 来下面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actor 什么叫factor 各位 这个单词啊 它在这个构造的过程和发展的过程里面 它的含义其实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的 你看 好 所以我把这个单词的词源拿出来了 因为我估计啊 大家可能有同学是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了 所以factor不是叫因素吗 但是你从它的词根上面来看 它好像和因素关系不是那么大 来我们看它的词源怎么解释这个词的 你看 这是一个early 15th century 15世纪早期的一个单词 叫做commercial agent 是一个商业的代理人 deputy代理 one who buys or sells for another 一个人 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为另外的人去进行买或者是卖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来各位 你看包括这个fact此时表示做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个什么叫factor factor它最开始的意思 其实它的翻译是什么呢 是这个叫做代理人 什么叫代理人 代理人就是帮你做事情的人 叫做你的代理人 比如说你请老司机来做你的代理人 对吧 帮你去干活 咔咔咔当苦工 对吧 帮你干活的 帮你做事情的人 叫做你的代理人 所以此时 fact表示做 or此时是个名词后缀 表示人 帮你做事情的人 叫做代理人 好 所以它最开始的意思叫代理人 但后面慢慢的引申出来了 在数学含义里面叫做什么 叫做因素 因素或者是因素 对 一个什么什么因素 或者是一个因素 或者是一个要素 这个事情的一个因素 一个要素 就是它想表达的是 在这个事情里面 取到了一个关键角色 一个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 代理人 在你的买卖里面 你看 你把你买卖委托给他了 所以他对你的收益来说 会起到一个关键的因素和要素 所以他就有一个代理人 他的本质就是对你的收益会起到一个关键因素的一个人 后面又引申出来了 叫做关键的因素 或者是因素 或者是因子要素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 此时现在的factor 它才是这个含义 它的意思是这么一步 一步一步的 引申出来的 好吧 好 这个整清楚 所以他表示代理人 表示因素 表示因子 还可以表示因数 数学里面的因数 好 这是这个意思 来 那么这是factor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factory factory表示工厂 这个单词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前面的fact是词根部分 表示做 造 ory此时是一个典型的名词的后缀 这个词位其实就是后缀的意思 名词后缀 表示场所和场地 这个我们先讲过了 大家记得吧 我们说这几个后缀 什么ary结尾 对吧 ery结尾 以及再往下面的ory结尾 这三个都是非常经典的 可以 第一 它们可以作为名词后缀 名词后缀的时候 它们可以表什么呢 可以表示人 这是有的 也可以表示物 还可以表示地点 是一个地点名词 而且表示地点还挺多 所以名词后缀 表示地点 表示人或者是物都可以 来 第二个 它们本身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形容词后缀 来 还可以做形容词后缀 所以此时应该 factory 工厂 此时它就做了一个名词后缀 表地点 好 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个单词这么写的 这个词我们后面会讲到 你先不用着急 叫做grocery 这单词是这么来写的 叫做grocery 此时是ERY结尾了 什么叫grocery 杂货铺杂货店 这次我们后面会讲到杂货店 你看ERY 此时又是一个名词后缀 表示地点 对 表示地点名词 好 来 所以factory 那么就是一个做 一个制造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叫做工厂 制造厂 对不对 你看它为什么翻成制造厂 制造做在哪 就在这 对不对 工厂 制造厂 都可以叫factory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faculty 这个faculty 注意了 这单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词 它表示能力 或者是一个全体的教员 科和系这个意思不容计 就是第一 能力 第二个表示全体的员工和教员 这个单词我们来看看它的词源怎么解释的 你看 这是一个14世纪晚期的一个单词 意思是 ability 能力 opportunity 机会 means 手段 资源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对不对 好 你看来自于古法语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不用去看了 不用去看了 好 这后面就不用怎么看了 你看就power 有能力 对不对 ability capability 都表示能力 都表示能力 好 你看 好 后面 什么 这个 它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facless 叫做 easy to do 就做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容易 所以做一个事情很容易 叫做有能力 来各位 我给你拆解一下 这个单词啥意思 fac 此时是它的词根部分 来 记下来 fac 此时它表示做的意思 中间的这个ul 打住了 这个ul 它是一个连接符号 它是一个连接符号 再加上ty 此时它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对不对 所以它指的是做事情的能力 或者是很容易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单词 faculty 它以前是写做这个样子 你看 我给你看 它以前是写做facilis 是写成这副造型 这个ilis 这个东西 它表示easy 表示容易 这个待会我们就会讲到 表示容易 所以这个ulty 其实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ilis后面慢慢的变化出来了 但这个变化太复杂 你不用去管了 你就记住 因为这里面的变化规则太复杂了 你理解了反而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困惑 所以你就这么来记这个词 它指的就是fac 表示做 它就是有能力去做某事 或者说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容易 叫做有能力 比如说我教课 我教两万词 可能教得很轻松 但是是表象上面 对不对 可能背地里 我也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十年的艰辛和努力的研究 所以这种时候 当你做一个事情做得非常容易的时候 得心应手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这个人叫有能力 对吧 所以faculty 注意了 它的第一个意思 表示能力 表示能力 第二个意思表示 教学 全体的教员 一个学校里面的全体教员 叫faculty 比如说faculty member faculty member 就翻成教员 就可以了 好 来 这是这个单词 稍微的留意一下 所以它指的是fac 表示做 连接符号 ty名凑罪 所以做事情的能力 或者指的是做事情的人 做事情的能力就是能力了 做事情的人 此时它指的是 尤其指的是在学校里面做事情的人 我们称之为叫做教员 全体的教员 全体教员 叫做faculty 好 这是这个词 表示能力 比如说 the faculty the faculty to speech to give a speech the faculty to give a speech 那就是做一个演讲的能力 此时表示能力 表示教员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 比如说faculty member 那也是翻成教员 某个教员叫faculty member 而faculty 此时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表示全体的教员 全体教员 好 来 比如说你看 这个搭配叫做devoted faculty 就是有现身精神的这些教员 devoted 忠实的 忠诚的 愿意付出一切的 都可以叫devoted 所以devoted faculty 我们此时就翻成叫做 有奉献精神的教职人员 好 此时就可以了 来下面的这个词 是我们要重点讲到的一个单词 叫做fersile 什么叫fersile fersile表示容易做的和容易的 各位 前面的这个部分fac 这个很容易理解 表示做 关键的后面这个isle是什么 大家记得吗 其实这个isle我们是不是早就讲过了 各位 我们说它等于able able又演变字able 我们当时在讲这三个后缀的时候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说第一 它可以做形容词后缀 表示能够怎么怎么样的 可以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能够怎么怎么的 可以什么什么的 它的第一个功能 它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 表示容易什么什么的 我们讲过了吧 容易怎么怎么样的 好 这是它用作雄词后缀的时候 当然它还可以用作名词后缀 好 用作名词后缀 所以此时 它就是表示容易怎么怎么样 你看它原来是写作这个样子 来 所以这个facy等于fact表示做 is等于easy 来各位各位看好了 这个is它其实也是一个词根 也可以做一个词根 此时它演变字easy 怎么演变 你看好了 ea是发e 这也是发e 一个短音一个长音 原音改变 意思不变 ss保留下来了 所以这个is它表示easy 叫容易 叫做容易 好 所以来各位一样的 所以一个事情容易做的容易的对不对 容易做的容易的就叫做fersile 容易做的容易的叫做fersile 好 这个单词就出来了 容易做的容易的叫fersile 所以Ile它表示容易 但包括Ible它也有这个意思表示容易的意思 好来 那么认识了这个单词下面 我们很多单词就可以迎而解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词 你看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fersility fersility这个单词来 它的第一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容易 便利 便利 灵巧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 前面的这个fersile 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单词叫容易 容易的 ity 此时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名词的容易 或者是表示便利 容易和便利 好 它另一个意思表示容易便利 它的第二个意思叫设施设备 此时fac表作I-L-I-T-Y名词后缀 表什么东西 用来做事情的东西 拿来帮助人们做事情的东西 叫做工具 叫做设备 设施 所以这单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容易和便利 此时它就是fersile的名词形式 叫做容易和便利 第二个表示设备设施 就是用来帮人做事情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说这个设施和设备 都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 学习工作变得更加容易的东西 这个理解也是对的 所以fersile我们说叫容易便利 所以什么叫facility 它指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容易 更加便利 这样的东西 对吧 叫做各种设施啊 设备啊 工具啊 对吧 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和便利的东西啊 好 所以这个单词就靠这两个意思 第一叫做设施设备 第二个叫做容易或者是便利就可以了 好 来你看比如说这个叫做sorting facilities 叫做分类设施 sort sort out sort out表示分类整理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叫sort out 分类整理 所以sorting facilities那就翻成叫做分类设施 来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recreation facilities recreation本身用作名词叫做娱乐 所以整个短语就翻成叫娱乐设施就可以了啊 娱乐设施叫做recreation facility 好这是这个短语 来我们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acilitate facilitate你看 前面这个单词其实非常简单 叫做促进 使便利 使容易 使促进 使方便 都可以叫facilitate 前半部分这个facilitate 其实就是facilitate容易 at动词后缀翻成实 所以使容易 使变得容易 使方便 都可以叫facilitate at此时是个动词后缀翻成实 比如说 比如说啊 比如说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容易 叫做facilitate our life 让我们的学习变得容易 叫facilitate our study 所以使变得容易 使方便 使便利 都可以叫做facilitate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词 一定要知道啥意思 你看比如说 对吧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大家自己当作我们的本堂课的一些随堂的翻译 你看到英文 先不用写 先看看自己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包括下面的这个防写的例句 你自己先去写 写完了再核对 我们给出的这个解析 好吧 来下一个 下面这个词叫facilitator facilitator那就是促进者 促进的人 促进者或者是服务商都可以叫facilitator 这个词比较简单 因为facilitator表示使促进 使方便 使促进 使方便 叫facilitator 所以facilitator 此时or 用作了一个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使某事 促进某事的人 叫做促进者 使某事变得容易 对你来说变得更加的容易和方便的人 就是给你提供服务的人 对 叫做facilitator 所以表示促进者 或者是表示服务商 都可以叫做facilitator 本质就是去促进这个事情 或者是让这个事情对你而言 变得更加的方便和便利 好 来 这是这个单词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easible feasible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词 这个feas 此时此根 它依然等于fact 表示做 表示做这个基本的意思 Ibo叫做可以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的 所以字面含义就是翻成叫做可以做的 一个事情可以做 我们称之为叫可行 所以叫做可行的 叫做feasible 可行的 比如说 a feasible policy 一个可行的政策 a feasible plan 什么叫做 a feasible plan 一个可以去做的计划 一个可以去做的计划 可以去执行和实施的计划 叫做a feasible plan 好 所以这个词注意 叫做可行的 可操作的 都可以叫做feasibl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下面 下面的这个单词 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叫做feasibility feasibility表示可行性 可行性 前面是feasible 前面部分 feasible 后面的ity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 就表示可行的这种程度 叫做可行性 好 可行这种状态 或者是程度 所以feasibility 叫做可行性 就可以了 可行性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ake 注意了叫fake fake这词名词表示假货 骗子 动词表示捏造 还可以做熊词叫伪造的 因为发现 不管它用作动词名词熊词 都是一个字就假 为什么叫假呢 你看这个fak等于fact fict 对吧 这个可和这个c 它们都是发可的音 都是可以发可的音 本质上是一样的 原因改变 意思不变 它和这个fac也一样 本身就表示做 本身就表示做 所以它指的是人做出来的 人做出来的东西 人生产出做出来的东西 叫做人造的 人造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非天然的 非纯天然的 不是天生就有的 后面就引申出来 叫做假的 非纯天然的东西 叫做假的 假的东西 比如说 你看你 这个比如说塑料花 对吧 是用人造出来的这种花 就不是纯天然有的花 叫假花 就叫做 对吧 叫做fake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注意了 英文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象 凡是人造出的东西 好像它翻译成大部分都是什么 叫假的 虚假的东西 而生下来 天生下来 就有的 就具备的 叫真的 真正的 真实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在英文里面 你看 我们有一个单词 是这么来写的 叫做artificial 你看 什么叫artificial 这个单词用着熊词 表示人造的 人造的 非天然的 虚假的 art表示技术 记忆 对吧 fic词根 表示做 用人类的技术和记忆造出的东西 对吧 叫人造的 后面引申为叫非天 人造出来的 就不是纯天然的 不是原生态的 对吧 后面也叫做假的和虚假的 对吧 有人造出来的这个脸 对吧 这个整容的时候 那个叫假的 不是纯天然 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叫假的 虚假的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fake 它指的就是 人造出来的 非天然的东西 叫做假的 所以它是各种假 假货骗子 伪造的 假货的 或者动词伪造捏造 造假 都可以叫做fake 好 这个词 动词 名词 雄词 它都可以做 把它记下来 来看 比如说 这个叫做fake listening 就做假装在听 listening叫听 fake就是弄虚作假的 假装在听 就是假听 fake papers 那就是伪造的论文 或者是造假的论文 叫做fake papers 好 这是这个词 来我们再往下开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manufacture manufacture用作名词表示制造 或者是制造业 都可以叫做manufacture 来各位 这个词我们要重点说一说 前面的这个manu 我们讲过了man包括它的变形什么manu 这个manu我们说它等于hand或者是等于palm 对不对 表示手 手掌这个基本的意思表示手 好 手 fact表示做 所以指的是用手来做 用手来造 ure此时只是个名词后缀 用手来造 叫做手工制造 各位 这个单词 你从它的长相上面 你会发现 它原来肯定指的是手工制造 叫做manufacture 手工制造 但是这个意思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它叫做制造 而且指的是用机器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制造 已经不是用手来造了 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各位它的演变是这样子的 manufacture 首先字面理解就是手工来做来造 叫做手工制造 后面慢慢的过渡到中间状态 就叫制造 叫做制造 后面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后面慢慢的才引申出来叫做大规模的机械制造 怎么演变的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 你看在早期我们没有机器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纯手工来完成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制造叫做manufacture 叫制造 后面慢慢慢慢慢慢的 对不对 出现了某些机械 就是在主体还是在用手工来造 但是出现一些机械化的东西了 然后此时我们就叫做 你看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制造 对不对 用机器来制造了 这使用机器制造还没有成为主流 但制造的这个概念已经出来了 所以依然就沿用了这个词叫manufacture manufacture 但是到了此时此刻 到了如今 机械制造 大规模的机械生产制造 已经是绝对的制造业的主流 而手工制造反而成了一种快绝版的 快失去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现在我们说什么手工作的 好像带手工这两个字就已经显得格外的罕见 稀少 甚至是有点那种就感觉快绝技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好像 你看但凡有什么手工作的 这是我纯手工作的 好像就挺贵 好像就很罕见很稀少 所以这其实是在科学和人类的发展里面一个非常合理的进程 开始大家用的都是手 到了中间 手和机器可能都有 对不对 但是到了现在是以机器为主 手几乎已经没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这么一步演变出来 首先叫手工制造 后面叫做制造 后面现在 大量指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了 它是这么来的 所以有同学你去查字典的时候 他可能会发现 一查字典说 老四季不对啊 这个单子我查了字典 他的解释说 是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啊 但是这上面 它明明是手啊 手因为在你的概念里面 用手来造和用机器来造 这是完全是两码事 好 所以我帮你梳理一下 这是单词在发展里面的逻辑 这种单词是古人造出来的 对不对 几百年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几百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生变化 原来它表述的那个单词上面的那个含义 可能已经随着变化而改变 甚至找不着了 类似的情况其实还很多 我们后面再讲啊 好 所以这个词叫做制造 或者是制造 叫做制造 制造业都可以 叫做manufacturer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manufacturer 那就是制造商 厂商 你看 所以为什么叫制造商 而不是制造的个体和人 因为它只是大规模的机器公司来制造 叫manufacturer 制造商 生产商都可以叫manufacturer 一二字是名词后缀 它不是表示个别的个人了 而是表示这个某个公司 好吧 好 来再紧接上manufacturing 直接就翻译成叫制造业就可以了啊 manufacturing 制造业或者是制造的名词形式 叫做manufacturing 好 这些其实没啥好说的啊 来manufactured 那就是制造的 加了一滴 变成一个它的形容词形式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 好 这些我们就不再啰嗦了 因为都是一个同样的类型造出的词 来 好 下面 我们要好好说一说这个词 这个单词叫做difficult 有同学说老司机啊 这个不需要说 这个我早就会了 你知道difficult表困难的 但你知道为什么它表困难的吗 我估计你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你以前是通过死尽音笔 强行把这个单词背下来的 那么现在我再帮你折回去 从科学的理性的和词源学的方向 让你真正理解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困难的 来 各位 好 这单词是把它构成的 前面的前缀dif dif词是等于dis 我们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辅音同化现象 dis再加上做一个这个fic东西的时候 对不对 为了让这两个单词更加的和谐 组成一加子的时候 发音更加顺畅 于是乎s就被辅音同化成了f去了 所以就造出了叫做difi 否则你看disfi disfi就很奇怪 但difi就简单 对不对 好 所以叫difficult 中间的这个ficult 好 其实就是演编字这个地方叫做facilitator 表示容易 啊 容易 对不对 不容易 啊 所以容易 中间的这个这个ficult 注意了 这个ficult 其实就是演编字facility 这个facility的这个这个部分 中间只是原因改变 含义不变 所以不容易的叫做困难的 理解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在模仿的是这个叫做facility容易这个词根 所以叫不容易的叫做困难 叫做difficult 它这个单词这么来的 好吧 好 下面的这个叫difficulty difficulty没什么好说的了 前面是difficult加了y y此时后缀了 此时用作了名词后缀 注意了啊 并不是说y在后面 它一定是个名词后缀 不是 y结尾的 有几种情况 它有可能是一个名词 也有可能是形容词 这都是有的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它用作了名词后缀 所以difficulty 那就是困难 那就是困难 困境都可以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了 我们要说说它的用法 一般怎么来用呢 比如说在做某事方面有困难 注意了 so have difficulty in 这个in是可以省略到的 in doing something 好 比如说我在背单词 我在背声词方面有困难 怎么说呢 叫做I have difficulty 好 in或者是印标了 直接背单词叫做什么呢 reciting或者是remembering 对不对 reciting new words 或者是remembering remember 记住背诵 remembering new words 所以这个in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在做某事方面有困难 那么这个短语是在写作里面 大家可以经常用得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好使的一个短语 好吧 打得接下来 好 这是这个词 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 各位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叫做fashion fashion你以前知道叫做时尚 对 叫做时尚 但是这个单词除了表示时尚 还可以表示时髦人物 时装 甚至还可以表示样式 或者是方式 来 考研同学 这个打上重点符号 这是一个数字批译 in什么什么fashion 这是曾经考过的 in什么什么fashion 就等于in什么什么味 叫做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 用什么什么样的样式 用什么什么方式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样式叫fashion 好 首先我把意思跟你说一说 所以名词叫做时尚 风尚 时装 时髦人物 叫fashion 还可以表示样式和方式 in什么什么fashion 就等于in什么什么味 好 这是第一个 你先把这几个重要的意思 把它记下来 那么第二个大注意了 这个单词为什么叫时尚 我跟你理解理解 它是怎么就成了时尚的 你看 它的词源怎么解释的 这是一个13世纪的一个单词 很早了吧 好 你看physical makeup 只是身体的这种makeup 一种化妆 对不对 这种物理上 或者身体上的一种makeup 就是化妆 来 里面有make 对不对 or composition 或者是身体上的一种组成构成的东西 form 对 一种形式 然后appearance 一种外表等等等等 你看 来自于法语 哦 古法语 时尚 这个单词是来自于古法语的 刚好和现在不谋而合 现在时尚之都 其实就在法国 巴黎 对 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phasm 你看它也变成face 脸 它表示脸 外表 appearance 外表 外貌 等等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是一种外表 外妙 thin's down beauty 对不对 好 做了那种比较美的一个事情啊 等等等等的 你看 后面又来自于拉丁文说是什么 a making or doing 就是一种making 做了 它只是在脸上做了一些东西 做了一些东西 对不对 做了一些preparation 做了一些准备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好 来 所以啥意思来 所以他想表达的 刚才读了我们半天 好像这个在法语里面 这个fas等于face 表示脸 fas词根也表示做 所以他指的是在脸上 做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make up 化妆 化妆 然后人变得美美的 当时就成为了一种时装 时尚 流行的风尚和样式 所以这个单词是这么来的 好吧 所以他最开始指的是 在脸上做一些种装饰 做一些这个东西 有点化妆的感觉 后面 成为一种时尚 时装 和时髦的事情 对不对 叫做fashion 样式 好 最后单词把它记下来 来 不说了 不说了 好 所以这个单词fashion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这几个意思 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来 下面 这个词叫做fashionable 那就是时尚的流行的时髦的 这个没啥好说的 able 此时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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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来使 时尚的流行的时髦的 各位 你看 此时有没有 这个able 他并没有翻译成 叫做可以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或者容易 它并没有说可以作为时尚的 容易作为时尚的 不是 它就直接翻成了的 叫时尚的流行的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我们说able 包括它的变形下面的这个叫做 Ible 以及最后的Ile 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都是可以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容易怎么样 这是极少数 注意了 这是在非常非常少见的情况下 极少数情况下 它才会不翻译成可以能 直接就是用作了一个形容词后缀 翻译成得 所以fashionable 就叫做时尚的 时髦的就可以了 好 这个你稍微留意一下 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事情来各位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affect 叫做影响 一般就翻成影响就可以了 affect af 表示去怎么怎么样 A后面跟两个连续的符音 什么acc abb add ax 讲过了吧 这个我们复习过很多遍了 A和第一个符音字母 它的功能要么表示加强语气 就是intensive 要么表示去干什么 去怎么样 此时表示去怎么样 factor 表示做 或者产生影响 去做了 产生影响 叫做affect 你看它的名词形式叫affect 影响效果 所以affect是动词 effect是名词 去做一定会产生影响 叫做affect 影响到什么什么东西叫affect 来 那么下面的这个例句 大家当作一个阅读材料 下去自己把这个句子读一读 这里面就出现了affect 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此时用作动词就表示影响 好 大家自己去读一下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词 叫做unaffected 什么叫unaffected 因为此时我们说表否定 没有怎么怎么着 对不对 affected 叫做影响的 所以没有受到影响的 不受影响的 还可以表什么呢 还可以表示自然的真挚的 诶 为什么不受影响的 又引申成为了叫做自然的真挚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比如老司机你看 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对不对 依然保持了一颗童真的爱开车的心 这种感觉就是 没有被外界那种三俗那些东西的东西影响到 所以就是没有受到影响 叫做真挚自然 依然保持那种比较纯真的特色和特点 对吧 这种感觉就叫做unaffected 是这个意思 好 来 那么这个单词就这样了 好 下一个叫做disaffected disaffected 就是什么呢 叫不满的 不忠的 或者是表示什么呢 叫做愤恨不平的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注意了 它是这个意思 前面的dis 此时表示相反关系 或者是不 affected 我们说表示影响 或者是感染 对不对 感染或者是影响 所以ed 此时是一个雄词后缀 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没有受到某个权威 或者是震党的感染 或者是没有受到这个东西的一个深入骨髓的影响 来 此时我们就翻译成叫做对这个东西不忠 对这个东西不满 就没有接受它 各位disaffected 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unaffected 他们好像字面都是没有被感染 没有被影响 unaffected它指的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纯真的 纯朴的 自然的 而disaffected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就是本身你是希望被它所影响的 被它所领导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你并没有被它影响到 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参加什么党派啊 要参加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本身抱着很大的这种参加个学生社团 参加个什么什么组织 本来你是很渴望进去被它们感染的 被它们影响的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好像自己没有被感染 也没有被影响 也没有被它们同化 对不对 所以此时叫做什么呢 叫不满的 不忠的 愤恨不平的 都可以叫做disaffected 他只是指的是本应该被感染 本应该被影响 或者你自己本来是希望被影响的 对 或者是别人本来希望把你影响的 但最后没有 此时叫不忠 对 比如说你加入某个比如说宗教 对本来是希望去被比如穆斯林感染的 最后发现没有被感染对不对 所以不忠诚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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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派的不忠诚于这个党派的对 或者是感到没有被他同化了的 没有被他感染和影响到的 这种感觉叫做disaffected 所以叫做不满的不忠的 愤恨不平的 都可以叫做disaffected 好这是这个词 来 affection 注意了 你看他的另一个意思就表示影响和感染 为什么 因为affect本身就是影响和感染 I own名词后坠 所以他的第一个意思肯定是影响和感染 为什么他还可以翻成喜爱 喜爱喜欢呢 为什么有影响和感染 可以翻成叫喜爱和喜欢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 并且十分正常的一个感 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很喜欢蔡旭坤 你很喜欢周杰伦 或说你很喜欢老司机的上课 本质是什么 因为你被这个人影响很深 你很喜欢上老司机的课 就我天天给你洗脑啊 开车啊对 但不是洗脑 我天天给你灌输科学的这种被单词的方法和精神 就是你喜欢谁 你对他很痴迷说白了 本质就是受到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affection第一词表示影响 第二词表示喜爱喜欢 喜欢谁喜爱什么东西 就是受到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就是affection 好这个单词是这个意思啊 来应该 with affection 对某人被某人喜爱 叫with win affection 被人喜爱或者获得了喜爱 叫win affection 你看affection for the pet 喜爱这个pet 寵物对 所以喜欢喜爱宠物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单词导致了 一般情况下更多的时候 它是翻成叫喜爱 表示喜爱喜欢 喜爱喜欢 好影响这个意思反而相对比较少 来下面是他的一个形容词词性 叫做affectionate affectionate affectionate 注意了at词词 用作一个形容词后缀 对什么充满喜爱的 对什么有感情的 对深情的 叫做affectionate 好这词比较简单 affection本名叫喜欢喜爱 affectionate 对什么东西非常的喜爱 对什么东西很有感情的 叫做affectionate 好这是这个词 下面下面的这个词叫做affective affective叫做什么呢 叫表达感情的 或者是叫做什么令人感动的 有感情的就叫做affective affective 此时的affect 我们说表示被被什么影响了 对 表示影响或者是被什么什么感动了 对不对 被影响了被感动了 而且还很多 IVE 熊词后缀 表示大喝多 所以叫让人非常感动的 对 充分表达了情绪的 让人感到非常感动的 都可以叫做affective 啊 让人感到非常的感动的 非常的有感情的 叫做affective IVE 熊词后缀 表示大喝多 好下一个叫做affective 这个单词都要注意了 把它记下来 什么叫infected in表示进去 表示往里面 factor 我们说词根表示做 所以它只是进去里面做一些事情 它的语境是什么呢 是病毒等等这些东西 比如说来给一个语境 比如说virus 什么叫virus virus病毒叫做infected 感染了什么什么东西 你看 字面理解就是病毒进去 开始做了一些事情 听懂没有 所以字面就是进去做了一些事情 而且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叫做感染传染 病毒等东西在体内做怪 进入到体内开始做怪 叫做感染 叫做传染 叫做infected 好 这是这个词叫感染和传染 叫做infected 来 比如说你看叫做get infected with a disease 感染了这个疾病 叫做infected with a disease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词叫做infect 各位 还有我们需要说一说的是 这个词长得很像这个单词叫做inject 好 来 这两个单词非常的有意思 它们长得非常相似 就只差了一个字母 你看infect它指的是什么呢 叫做病毒等等进入到你体内去开始做怪 叫做感染和传染 而inject 这个ject它表示射的意思 注意了 要是射啊 头啊都可以 所以in此时表示进去 射进去 把真水等等东西射到你体内去 叫做注射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叫做注射 注入 注入 叫做inject 所以infect叫感染和传染 而inject叫做注射 注入 这两个词一定要去分清楚 如果你实在分不清楚 各位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看 一个叫感染 一个叫注射 它的区别是F和J的区别 对 你看 这个字母叫做G 或者说G 在中 汉语里面叫 有点不就G吧 对 G嘛 你要知道 哪个是射 有G 才能射 G都没有你射个屁啊 好 但这个你啊 你一听就过了 我是方便 我也能让你把这个单词给它记下来啊 我不是有心的 好吧 有G的是射 没有G的是感染 明白没有 好 把它记下来 这是他们的区别 好 下面 下面啊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Infection 好 它的名词形式 这个没啥好说的 IoN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这个单词叫做感染传的名词叫Infection 所以对应的刚才 你看 刚才我们说射 叫做Inject 对不对 什么动词了 加了IoN叫做Injection 是不是这名词了 好 Injection 注射注入 下一个叫做Infectious 什么叫Infectious 这个单词 大家标记一下 表示感染的 感染的 传染的 传染性的 传染性很强的 Infect 叫做感染传染 OUS 熊猪的比较大和多 所以很容易感染的 很容易传染的 叫做 传染性很强的 容易被传染的 叫做Infectious 这个词表简单 后缀 这是个熊猪猪 比较大和多 Infected 加了一滴 就是被感染的 I am infected 我被感染了 对不对 好 来 这个没啥好说的 这单词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了 好 这个词各位 我们要重点说一说 叫做 Disinfectant Disinfectant 这个单词 表示什么呢 表示消毒剂 为什么叫消毒剂 来各位 DIS 表示相反和不 Infect 感染和传染 NT 此时名词后缀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 一个东西 所以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用来防止感染的 不受感染的东西 比如说 用来防止感染 不受感染的东西 对 用来抹在你身上 避免你感染和传染的东西 叫做消毒剂 所以就是 来再来一遍 Infect 叫感染传染 DIS 不感染不传染的东西 用来 不感染不传染的东西 叫做 杀毒剂 消毒剂 都可以叫做 Disinfectant Disinfectant 好 这叫消毒剂 是怎么来的 你理解了这个本质 其实这个单词 其实比较好记 否则应该 这单词的排序 是17960多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词汇了 但是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规律 其实这个词是非常容易解的 非常容易理解的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Defact Defact Defact 叫缺陷不足 Defact 缺陷不足 你还可以动词表示 辩解和叛变 其实这个词非常简单 D词是表示相反 或者不够 Fact叫做 做的不够 做的不够 好 一个事情做的不够好 就有缺陷 做了相反 做了反叛的事情 叫做便捷和叛变 所以用作名词 注意了 用作名词 它是读作叫做Defact 此是表示一个事情做的不够好 存在缺陷 当它用作动词 一般是读作Defact 就是做了相反了 做了反叛的事情 叫做叛变便捷 叫做Defact 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好吧 好 这个词其实比较简单 来下一个 你看我们说说它的一些考点 你看比如说 叫做Correct Vision Defects 叫做去校正这种视力的缺陷 Vision 表示视力 视觉 Correct 叫做Defact 叫做Defact缺陷不足 你看 Inherent Defact 叫天生的固有的缺陷 Inherent 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Defact缺陷不足 下面的这个叫Defaction 它的名词形式 表示便捷判变 因为动词叫Defact 便捷做了反叛叛变的事情 对 做了反叛叛变的事情 来 好 在这 所以做了反叛叛变的事情 叫做Defaction 便捷反叛 这个没啥好说的 好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Defactive Ive此时 熊子后坠 有缺陷的 不完美的 对 有缺点的 叫Defactive 好 有缺陷的 不完美的 叫Defactive 下面叫做Defactor 那就是叛变的人 便捷的人 判离的人 因为Defactor 做了反叛的事情 叫做叛变便捷 偶尔名词 或者表示人 所以叛变者 逃离者 背叛者 叫做Defact 你看这种单词 原本其实都是高难度词汇 16000多的排序 但是这么一脚 你就完全明白了 其实都比较简单 不复杂 这单词 好 下面叫做Defact 做出来 对 做了 做出来之后 会产生的东西 就是后果 效果和结果 好 前缀EF EF等于EX 对 它也是 符音的同化现象 所以做出来之后 会产生的东西 叫做影响 结果和效果 你看它表示影响的名词 刚刚我们说了 它的动词形式 叫做Effect 影响到什么什么东西了 好 来 是这个 来 Effective 叫做有效的 Effect 效果 来 Effect Effect 表示效果 Ive 此时熊猪指表大和多 所以叫做效果很大的 叫做有效的 叫Effective 很有效果的 效果很大的 叫做Effective Effective 这些词都没怎么好说的 Effectiveness 那就是效果的名词形式 Effective 叫做有效的 NESS追 NESS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名词后缀 记下来 比较经典的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叫做效果 或者是翻译成叫做效力 它翻译成叫做效果 或者是表示效力 都可以叫做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效果 效力 有效性 都可以叫Effectiveness 来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叫做Cost Effective 什么叫Cost Effective 叫做有成本效益的 来 Effective 叫做有效益的 Cost 成本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 叫做 你看投入的成本有效 Cost 成本 成本后面有产出效果 所以这个单词就翻译成叫做 有成本效益的 花出去前有效果的 都可以叫做Cost Effective 成本产生了效益的 或是花出去前产生了效益的 都可以叫做Cost Effectiv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Ineffective 那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失效的 不起作用的 Effective 有效的 Ion词是要否定 所以整个单词 意思完全颠倒了 那就是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的 没有 无效的 无效的 都可以叫做 Ineffective 好 Inifactual 这个单词也表示不起作用的 注意了 此时的Effect 它一般指的是作用或者是效果 一般叫做作用 所以Inifactual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没有什么作用的 无效的 好 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效果的 叫无效的 Inifactual Inifactual 下一个叫Perfect 什么Perfect 完美 为什么叫完美呢 Per 这个前缀 来各位 复习复习 这个Per 这个前缀是干什么的 Per 这个前缀 我们说第一 它表示彻底 什么什么东西做得非常的彻底 对不对 第二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叫贯穿 彻底贯穿 一直 贯穿 就从头到尾 叫一直 贯穿彻底和一直 此时 它表示彻底 F-E-C-D叫做 把一个事情做得很彻底 叫完美 你看 一个事情被你做得非常的彻底 叫做完美 做得完美 所以这个单词注意了 它用作名词的时候 叫Perfect 用作名词或熊词的时候 叫Per 一般用作熊词叫Perfect 完美的 而当它用作动词的时候 叫做Perfect 动词始变完美 叫Perfect Perfect 始变完美 而Perfect 一般是熊词 叫完美的 好 把一个事情做得非常彻底 我们才能称之为叫做完美 Perfection 它的名词形式 完美完善 艾文此时是个名词后缀 这个很容易理解 好 下面的这个叫做Perfectionism 叫做完美主义 这个没啥好说的了 Perfection 完美 ISM 什么什么主义 各位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复习复习 什么叫ISM 什么叫ISM 这个后缀 还有印象吗 第一 它可以表示什么什么主义 名词后缀 第二 它直接纯粹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不翻译 有没有印象 表示什么什么主义 或者是表示名词后缀 干脆就不翻译 比如说 你还是否记得我们这单词 比如说Optimism Optimism 叫做乐观主义 或者直接就翻成乐观的名词就可以了 乐观或者是表示乐观主义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ISM 它一定都得翻成主义 有的时候 它纯粹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比如说Creaticism 这个直接就是批评的名词 批评的名词 当然也可以翻成叫批评主义 批判主义也是可以的 所以批判批评主义 或者直接翻成叫批评 批判就可以了 纯粹用作名词后缀 所以Perfectionism 那么叫做完美主义 或者就是完美 但完美已经有一个单词叫Perfection了 所以它还是表示什么主义 好 下面Perfectionist 完美主义者 IST 此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词后缀 表示人 IST 各位 一般情况下它会有两种用法 最多的就是用作名词后缀 表示人或物的情况下 名词后缀表示人或物 人是最多的 第二种情况下 你还可以见到它用作形容词后缀 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所以它是有形容词后缀的时候的 好 所以名词后缀表示人 此时就是典型的 所以Perfectionist 那就是完美主义者 追求完美主义的人 imperfect 不完美的 有缺点的 im 此时前缀等于in 对 完全此时就等于in 表示否定相反和不 所以这个单词叫不完美的 叫做imperfect imperfect 不完美 imperfection 不完美的名词形式 这个面上好说的啊 名词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efficient 什么叫efficient 它表示有效率的 效率高的 为什么呢 来看看怎么来理解这个词 前缀ef等于in is 表示出来 inferfect 就是做 所以它只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能把东西做出来的 叫有效率 什么叫效率 效率就是 给你一定时间 你能出活 能出好的东西来 这叫做有效率 高效率 所以在规定时间之内 你能把东西做出来的 对 能做出东西来的 叫做有效率的 叫做efficiency 叫做efficient 它是雄词形式 efficient 叫做有效率的 效率高的 好 这个例句 大家当作本节课的阅读材料 自己去看一下 我们先不讲 Energy efficient 叫做节能的 或者说能源 利用率高的 高效能的 Energy 本身表示能源 efficient 叫高效 所以能源用的高效的 我们称之为节能的 或者是高能效的 叫高能效的 因为efficient 叫高效 Energy 叫能源 所以叫高能效的 节能的 都可以叫 Energy Efficient 高能效的 节能的 叫做Energy Efficient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下一个叫做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叫做协同因素 或者是一个 系数 或者是一个 什么什么率 叫coefficient co 表示共同一起 efficient 表示效率 所以共同有效率的 这种因素 或者是共同来决定了效率的 这种东西 此时 ENT结尾 它称了一个名词 我们说ENT 结尾 它既可以做名词后缀 也可以做熊猝后缀 此时 它做了名词后缀 共同来决定 它效率的东西 叫做协同因素 对 共同决定了某个事情 是否有效率的事件 叫做协同因素和因子 所以 协同因素 协同因子 或者是系数 你看系数 数学里面的什么什么 比如R的系数 对 决定了它的效率 是乘几倍的增长 包括什么什么率 也是一样的 所以记住 coefficient 表示协同因素 或者是 表示数学里面的系数 或者是什么什么率 都可以叫做coefficient 好 这是这个词 这个词还是一个相对 有点难读的词 但词频并不高 表明这种单词 就是在平时的生活 或者是学习工作里面 其实用到的情况 还是比较多的 来 再紧接的往下 下面 inefficient efficient 表示高效率的 有效率的 所以按表否定 整个单词就是 没有什么效率的 效率很低的 叫做inefficient 好 efficiency 效率效能的名词形式 因为efficient是雄词 注意了 此词 你看它的结尾 CY结尾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ENCY结尾 ENCY ANCY 对 ENCE ANCE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名词后缀 讲过很多遍了 非常经典的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就翻成什么呢 叫做效率 效能功效的名词叫做efficiency 效率效能功效的名词叫efficiency inefficiency 没有效率 缺乏效率 效率低 按表否定 没啥好说的 Efficacy 叫做功效和效率 注意了 它一般 刚才那个单词叫做efficiency efficiency 一般指的是效率的名词 一般指的是效率 叫做efficiency efficiency 效率的名词 而efficacy 叫做功效 功效 产生了什么功效 叫做efficacy EF 依然等于EX 表示向外和出来 FIC 表示做 ACY此时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它指的是向外 做出来东西了 就向外做出东西来了 做出成果来了 所以表明这个东西 有功效 起效果 所以 比如某个药 对不对 你吃了以后突然 就变得 神情 神情气爽 精神焕发 对不对 那么就展示出它的效果来了 所以就做什么 叫功效 效率叫efficacy 什么什么东西的功效 就做efficacy 就是你弄了以后 做出它的 做出成果了 或者是展现出成果来了 叫做有功效 叫efficacy 功效 它的效率叫efficacy 好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deficient deficient 第一 此时表示不够 或者是相反的 然后 FIC 表示做 所以它指的是做的数 这个单词指的是做的数量不够 叫做缺乏的不够的不足的 来各位 我们刚刚讲的单词也表示做的不够好 这个defect 它只是在品质方面 品质方面做的不够好 在品质方面做的不够好 叫做存在缺陷 叫做缺陷 这两个单词得把它分清楚 叫做缺陷 所以它的熊词叫做defective 存在defective defective 表示有缺陷的 存在缺陷的叫defective 而这个deficient 它指的是在数量方面做的不够 做的数量不够 达不到 对 数量做的不够达不到 所以它一般表示数量不足的 数量不足的 不充分的 它很少会翻成叫有缺陷 它指的有缺陷 也指的是这个数量方面有缺陷 不是说品质方面 叫deficient 好吧 所以deficient指的是 数量不够缺乏不足 而defective才是品质方面 存在缺陷和差距 好 这是这两个单词的区别 把它记下来 来下一个 那叫做什么呢 好 就做mentally mentally deficient 此时就翻译成叫 mental 表示思想 精神层面 有一些做的不够好 就是不健全 不健全 不健全 也只是不够 不够 所以叫mentally deficient 叫精神不健全 心智不捐钱 都可以 好 deficiency 它的名词形式 表示缺乏 不够 缺乏和不够 此时变成一个名词 你看这是一个名词后缀 好 这个叫做immuine deficiency 叫做免疫缺陷 immuine 雄词表示免疫的 这个词后面会重点讲到 好吧 deficiency 表示缺陷 所以叫免疫缺陷 就可以了 好 这单词叫做deficit 这个deficit 第一词是它依然还是表示相反 或者是不够 FIC表示做 表示做 它指的是在财务方面做的不够好 叫做存在赤字和亏空 叫做deficit 注意了 这个fis 其实为什么表示在财务方面呢 它这个fis 其实长得还很像这个叫fiscal fiscal 本身就表示叫做财务的 所以在财务方面做的不够好 做的不够好 叫做存在赤字和亏空 叫做deficit 比如说财务赤字 对 叫做financial deficit financial deficit 财务赤字 好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了 我再把这三个单词拿出来跟你说一说 它们三个的区别在哪 各位你注意了 第一个单词叫做defact 因为字面的理解它们都表示做的不够的感觉 但是它的语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来第三个单词叫做deficit 你看 字面fac做 做 做 对吧 不好不好不够 怎么之类的 它们长得非常相似 区别在哪 各位 区别就是语境 第一个 defact 我们说它指的是在质量 在品质方面做的不够好 叫存在缺陷 叫defact 品质方面做的不好 叫做缺陷 而deficient 它指的是在数量方面做的不够 叫做不够的 它指的是在数量方面做的不够好 叫做不足的 不够的 而deficit 它指的是在财务方面做的不够好 叫做存在赤字 亏空 所以这些单词 它们的语境 你一定要整明白 否则这些单词 就没法非常好的去理解它的含义 好 你看trade deficit 那就是贸易的逆差 或者贸易的赤字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各位小伙伴 本节课里面 我们重点讲到的就是这些词根 它的重要的含义 大家去抓紧时间 好好的复习 好吧 那么这个词根的单词 我们还没有讲完 我们会在下一次课里面 接着继续把它全部讲完 因为它构成的单词实在是太多了 行吧 各位小伙伴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